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中国女排抵达巴黎之后 就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堂训练课 由于舟车劳累和还未完全倒过时差的原因 球队只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训练 通过排鞋发布的图片可以看出 全队的精神状态还是略显疲惫 不过13名队员还是坚持完成了所有科目 令人感到惊喜的是 中国女排本届奥运会的训练馆非常的豪华 不仅有专业的排球场地 两边还有观众看台 上方还悬挂转播大屏幕 看起来应该是某个俱乐部的主场酒馆 比起东京和里约的训练馆 巴黎要好得多 之前意大利媒体曾曝光过一次 中国女排租用的场馆 那个场馆的设备和私密性都没有现在使用的好 不得不说 女排后勤保障工作还是非常的到位 除了训练馆豪华外 队员们前往巴黎坐的也是头等舱 对于身高腿长的姑娘们而言 宽敞的座位更利于她们休息 球馆上方悬挂着中国和法国的国旗 这也让球迷们有了一丝的猜测 那就是或许会打热身赛找比赛感觉 按照计划 中国女排将在25号入住奥运村 所以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 都会在这个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 既然场地如此的豪华 那何不进行几场内部的热身赛呢 参赛的12支队伍里 除了中国队和日本队没有爆出热身赛计划外 其余队伍都已完成了以赛带练的目标 塞尔维亚更是通过热身赛找到了球队的不足之处 对13任名单进行了更换 让队伍变得更加合理和更具竞争力 中国女排结束张州集训后 就直奔法国 根本没有太多时间去检验集训成果 自然也就无法评估球队现在的实力 打热身赛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慢热 随着奥运赛制的改变 每一场 每一局 乃至每一分球都至关重要 中国女排必须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就崩起神经 否则很有可能会再次重蹈东京奥运会桥组赛无法出现的覆辙 首战未免冠军美国队 第一局至关重要 球队如果能够快速进入状态 直接达蒙美国的话 不光能够拿分 或许还能拿到胜利 如果第一场比赛的首局迟迟无法进入状态 反倒是美国女排越打越兴奋的话 那么中国队要想在后面的几局比赛中扭转比赛就会变得困难 所以 要想避免慢热 就需要通过热身赛来找比赛感觉 不管和实力多弱的队伍 都可以打一打热身赛 起码要进入比赛的状态 此外 很多球迷也十分关心 朱婷在巴黎奥运能否首发的问题 从蔡斌在世界联赛 对朱婷的使用来看 他确实有沦为替补的可能 主要是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 朱婷的一传弧度 并不符合蔡斌的光速体系 蔡斌的光速拉开 一传弧度要求很平 基本上直接顶到网口 送到凋铃羽手里 王云露为什么总是出现一些过往球 就是因为蔡斌为了追求一传到位 不让凋铃羽大范围跑动 伸手就能传出主攻 接应的光速拉开 这种传球速度 就是算拦网能力超强的巴西复工卡罗尔 也跟不上中国队的节奏 张长宁在香港站 他的一传弧度比王云露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凋铃羽一传到位的多点开花 把土耳其 波兰晃得找不找北 朱婷三年没有回归国家队了 他与蔡斌的光速体系仍然是零磨合 世界联赛澳门站 朱婷上场的时间里 凋铃羽也并不是给他传的光速 也是给朱婷把球拉高了打 只是传球高度上与朱婷没有形成默契 两个人配合不佳 朱婷的一传 不管是之前在郎平手下 还是在斯坎迪奇俱乐部 都是以街高为主 哪怕街出冲天跑 攻守也有强攻一锤定音的能力 中国女排现在有这样的攻守吗 高弧线的一传 并不适合蔡斌的光速体系 第二 实战磨合仅一 两场 蔡斌恐怕更信任吴孟杰 张长宁 朱婷回归国家队之后 与凋铃羽仅有一 两场比赛的实战磨合 连一个分战赛的赛程都没有打下来 奥运会这样的大赛 中国女排比较讲究整体配合 吴孟杰 张长宁都是来自江苏女排 与凋铃羽默契度远高于朱婷 世界联赛香港战结束后 中国女排有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封闭集训 不过在集训画面中 朱婷仍然是要求凋铃羽把球拉高 她还是利用她的高点来打 朱婷的高拉开打法 与蔡斌追求的低频光速拉开 总是显得格格不入 第三 强攻核心确定为李盈盈 朱婷不是蔡斌首发的唯一选择 如果说朱婷具备2016 2018年时的强攻实力 李盈盈 张长宁这些人都要往后排 作为专业的排球教练 蔡斌肯定主打朱婷的强攻 可是 现在朱婷29岁了 她现在还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吗 在斯坎迪奇朱婷与二传配合不佳 扣球成功率起伏就很大 一个月队内配合 直接拉到奥运赛场 与刁林宇一起首发 蔡斌心里也打鼓 蔡斌给朱婷的定位是 取代王云露 主接遗传 为龚翔与李盈盈两边拉开作夫 这一点张长宁也能做到 且在遗传保障上 比朱婷更到位 世界联赛香港战 朱婷没有上场 中国女排照样赢下了土耳其 波兰 朱婷现在的能力 比别人强的地方在于 她的进攻好于王云露 张长宁 吴孟杰 但是她并不是球队强攻核心 一旦她与刁林宇配合不佳 她随时有可能被换到替补席 现在的朱婷 有点类似当年下降期的王云露 王云露速度慢 跟不上郎平的高快结合 一传也不符合球队体系 进攻时好时坏 29岁的朱婷在国家队 也到了这个阶段 打高拉开 不符合蔡斌的战术理念 打低平光速拉开 朱婷根本没法扣球 就是她的一传能力 张长宁也并非不能取而代之 更重要的一点是 从朱婷回来 蔡斌就没有真正建立起 对她的信任度 一口一个老将 在球迷高喊之下 才不得已换上朱婷 已经表明了蔡斌的态度 中国女排已经在法国 进行了适应性训练 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会 做足了准备 当队员们满怀期待之际 副攻守高益迎来了自己的生日 虽然条件有些简陋 但还是收到了祝福 高益通过社媒 分享了生日蛋糕 并写道 我与姐姐一大早的surprise 我的专属小蛋糕 图片中 高益手捧着两个小蛋糕 或许是因为身处国外 或许是因为时间紧迫 龚翔宇就地取材 利用切片面包和牛角包 为寿星制作了专属蛋糕 高益则是穿着黑色睡衣 进行了许愿 不得不说 这次庆生仪式虽然简单 但这也是一份独特的记忆 这两位球员都入选了 中国女排奥运会12人名单 就现有情况来看 龚翔宇属于无人可替 高益属于难以上场 虽然女排带了两名接应 但正义心的实力偏弱 只能打一打到位的跑动战术 一旦龚翔宇出现问题的话 队伍将面临无接应可用的尴尬 我再看下来看 我再看下来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